我拉这一钱包 有没有人捡到啊 刚刚和你一块的男生 拿去追您了 这 追哪儿 修姐 他这东西是您的吗 这笔是我的 这个是他的 他要回来的话 你就还给他吧 好的 要不我给他留一电话吧 你有纸吗 这个行吗 你看 行行行 这样 他要回来的话 你就把这个给他 麻烦你了 好 没用 主要的电话号码 你 你怎么能随便 你怎么能随便 快点 runner 转抹 往哪儿 configured 澡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五 刷三十八 咖喱牛肉饭 刷八十五 刷吧 没事 听话 听话一直在想呢 这谁刷我卡呢 还刷那么多笔 你看 又刷了一笔 你赶快 赶快挂尸吧 你赶快挂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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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挂江 你说我应该把你当实惊不昧的 谢谢你呢 还是应该把你当小偷抓了呢 如果你把我当小偷的话 你现在就不会一个人来了 那不一定 你得回答我俩问题 要回答得差不多呢 我就可以考虑不抓你 行 你问吧 第一 我在这儿留了电话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呀 这个 是你的电话号码吧 怎么成这样了 第二个问题呢 你以为你刷我卡我不知道啊 我有短信提示的 还刷那么多笔 刷第一笔的时候你听见了吗 还真是没注意 那刷第二笔的时候呢 那我要是一晚上没听见 你是不是得刷一晚上啊 我就刷了四次也不多呀 四次还不多呀 你的两个问题问完了吧 怎么着 那你看看这个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这是我的钱 哎呦 186 1145 3885 这真是我的电话号码 要不你打打看 看谁电话响 你这谁能往电话号码上响啊 半年前吧 有一个小伙子 明白了这个道理 于是乎呢 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你落伍了 这是半年前网络上的段子了 我还真是得谢谢你 你要一下把这电话号码给我刷出来 我就死给你看 呦 你还里有这么多钱呢 你赶紧还钱 跟我谈完了 你得那么着急干嘛呀 有完没完了 谁让你刷的这个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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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完还 一定还 有点钱嘛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的出差 而且时间还很长 就长得个凶样 挑了 挑什么挑啊 这是我的爱情观点 你的爱情观说完 灯也变完了 再次感谢莫菲老师 神话 你过来吧 赶紧吃吧 那个不等他们了 这是没准的 完了完了 你说这现在这女孩能那么现实啊 多优秀个男的 就是因为说 不能说天天陪这些女孩 结果就全部灭灯 要按这个说法啊 我给你叔叔得灭了二十次灯了 真的 他根本没时间陪我 一天到晚就忙他 有点事 阿姨 其实我觉得你们那个年代特别好 有理想 有追求 人都特别单纯 单纯什么 土 特傻 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我傻成什么样吗 我这一辈子 我跟你讲 就你叔叔第一个谈恋爱 又跟他结婚 这一辈子就这一个男人 都没碰过第二个 你说我亏死了我 太亏了我 阿姨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 你要说亏吧 其实叔叔更亏 为什么呀 叔叔现在是男人的黄金期 现在最值钱的男人就是叔叔这样的 又成熟又有事业 好多女孩喜欢哪 是吗 对 你说的还真是怎么回事啊 舞蹈队就有一对 那男的看着绝对一本正经 绝对正人君子 结果真跟小姑娘搞上了 妈呀我想起来了 结果那她老婆你知道吗 都用了所有手段查她 然后这个找了什么私人的侦探 打得头破血流的 哎妈真有这事 阿姨 真有 她怎么那么蠢呢 找什么私人侦探呢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查电话通讯呢 你到那个手机营业厅 把电话单子一打出来 那个联系最频繁 电话次数最多的肯定就是啊 两个人好 能不常打电话发信息吗 那肯定 不能吧 都在上面了 花什么钱呢你这是 阿姨 你 别瞎想啊 瞎想了瞎想了 你没嘴 我不出卖你 不是不是 真的别 别别别 可可可 那个不不 那个神话 那个阿姨到时候就要 还要拜托你